好 接著要講 課本上的一個講台灣附近的海域 把你叫起來隨便挑一個 後面的每一個可以挑 A B C 諸一 是什麼東西什麼海 來 隨便來 看你要告訴我哪一個 先抽的可以挑 後抽的不能挑 No.5 霹靂5號 霹靂5號你要講 你要講哪一個 蛤 你要講A B C 注意哪一個 看不到 看不到給你看 你要講哪一個 C太平洋請坐 好 還有呢 還有 帥哥男 33 帥哥男33 蛤 你要選出 你要看圖 好 來 挑一個 B C 海外霞 這太困難了 OK 好 再來找一位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3號 你也要看圖是嗎 好啦 給你看圖 挑一個 A是東海 A是東海 好 再來一個可愛大帥哥 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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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挑哪一個 1號 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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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 南海喔 你看到沒有他就南海喔 你說 南海 OK 這就是 這樣子 這就是我們講義 第11頁 第3頁的第三點 跟你說台灣的四面華海 東陵 太平洋 北街 就這句話 然後 台灣四面華海 這有什麼結果 逆禮各本商教你 我們位於航運的枢紐 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個是第一老師教的 第一個老師要教的事情是 我們四面華海 這個海會影響我們的 氣候跟 漁場 後面的舉例 它怎麼影響我們的氣候 怎麼會影響我們的漁場 會影響我們的氣候跟漁場 就是台灣四面華海 然後呢 這些海洋 會影響我們的氣候跟 漁場 可以嗎 OK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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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1 4 5 5 6 5 6 5